刚刚带您看各个地方 现在天气的状况 其实天气真的不太好 我们台湾现在要注意的 就是北部跟南部 都还是会有阵阵强风 特别就是中南部山区的雨了 就要请教雨洁 现在台风的位置在哪边 那这些降雨要维持多久呢 好的 我们现在马上先来 你看得到 其实虽然随着台风 逐渐在远离 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主要就是说 接下来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这个雨是非常好 非常大的 我们先来看到 台风的目前位置 是来到了这里 但是您可以看到 这个风场的变化 不断的是引进这个新南风 也因此是在这个山区的部分 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 感受起来这个雨势 是比较明显的 像是刚刚我们有提到了 在南头的仁爱乡 其实光是从今天的凌晨 下到现在这个雨量的累积 已经来到了超过344毫米了 那么也让这个仁爱乡 已经宣布是要来停班停课 而且雨势还不断的下 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特别注意跟防范了 那我们就先来看到 台风的一个最新的位置了 我们看到警报单的部分 台风是逐渐在远离 它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在台北的东北方 大约是370公里的海面上 持续是朝着东北东的方向 来离开台湾 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目前的这个警戒范围 都还是有在这个包含 像是台湾的北部海面上的 因此在海面作业船只除了要小心之外 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 就是风浪的部分了 像是在东北角的部分 目前都还是有4到6米的 这样子的一个长浪 还有在这个马祖的部分也一样 浪高都是比较高的 那么其他的海域也都相当 所以提醒大家 没有必要的话 还是尽量避免前往海边 那么目前台风 它的这个中心的最大风速 还是在35公尺 也就是呢 还是一个中台的等级 而它的七级暴风半径呢 也还是在250公里 因此呢 对于刚刚我们讲到的相关地方呢 它都还是有影响的 再加上呢 随着台风逐渐的远离 它带来的新南风 也依旧是会为台湾带来水气 那我们来看到几个 比较重要的时间点 好 其实呢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 在台风呢 清晨5点半的时候呢 是已经解除了 海陆上的台风警报 但是呢 随着台风呢 这个慢慢的远离的过程当中呢 目前呢 是也还没有解除海上台风警报的 那么推估呢 要在今天的下午之后呢 海警的部分呢 才会解除 那么紧接下来呢 它就会慢慢的 朝着这个日本的方向来前进 离开台湾 但是在这个离开的过程当中 包含像是今天的午后 还有到了明天呢 在中南部地区的雨势 还是会下 那么当然呢 除了这个雨势之外呢 风势的部分 也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到就是说 在哪一些地方 预计接下来这一到两个小时 都还是会继续下雨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 好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 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的过程当中 由于呢 它的这个带来的水气呢 还是一波一波的移入 所以呢 目前呢 几个比较集中的降雨点呢 都是在这个中南部的山区 还有另外呢 就是在北部的地方呢 依旧也还是有一些水气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预警呢 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呢 有可能会有下比较大雨势的地方 包含了像是在双北市的北头区 跟淡水区呢 都还是有可能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呢 下下四十毫米这样子的一个雨量 那么其他地方啊 像我们刚刚有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在南头 尤其呢 是仁爱乡的部分呢 这个雨势还是下的比较大一点点 那至于在中部地区 在台中市的这个新社区 雾峰区 太平跟和平区也是要注意 好 在北部地区的苗栗 太安乡也是要留意 这个雨势会比较大 尤其是比较集中在山区的部分 而另外在南部地区的话 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在高雄 还有台南了 在六龟湘 还有桃园区 以及在台南的南化区 未来这一个小时之内呢 都还是有可能会出现 比较大一点的雨势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 没有必要的话 不要再上山了 还有一定要做好 防范大雨的准备 好 那除了降雨之外 另外我们还要提醒 风势也是要值得留意的 尤其呢 随着在这个 台风远离的过程当中呢 在北部地区呢 现在依旧呢 是还有八到九级的阵风 虽然说感受起来 这个雨势呢 没有那么的猛烈 可是呢 今天大家走在路上 应该都还是有感受到 这个风势是非常强烈的 那么另外呢 包含像是在 恒春半岛有九到十级 还有在外岛的 蓝鱼绿岛呢 也要更加的防范 还是有十一到十二级的风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 虽然台风 已经逐渐在远离了 但是呢 这个台风 对我们的影响呢 还是持续的 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那么以上资讯 提供大家做参考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